字幕君 李宗盛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年初的衛生紙之乱已经让民众叫苦连天了 如今政府却宣布在4月起要调账电价3% 面对万物奇葬 我们的院长却说 去年至少有五成以上的民众加薪 电价调涨对物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个上梁不振下梁歪 我们的主计处长 主计长居然面对卤肉饭涨价的这种民生的问题 他居然说我又不吃卤肉饭 这不是干话 什么才是干话呢 更不要提 还说到全民平均月薪50k 想要借此来粉饰太平的劳动部长 以及完全看不懂财务报表的北农总经理 所以官员们完全不失民间的疾苦 这种发言真的让人民大失所望 回首我们年初的卫生纸抢购的恐慌 那个景象像逃难一样 很难想象这是在21世纪的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乱象也宣告了百物齐障 通货膨胀的日子已经要来临了 蔡政府缺乏魄力 把这种物价控制好 让台湾的民众高度处于不安的一个状况 似乎任何的物价小小的波动都会引起抢购的风潮 如今又宣布了要调账电价 这根本就是火上加油 蔡政府连处理卫生纸价格的能力都没有 如果又因为电价导致通货膨胀 我们的老百姓真的会是只好自求多福了 我想看到我们民众的荷包越来越薄 手头越来越紧 我们的政府却还以股市上万点 以及平均薪资50K 这种事情在沾沾自喜 沉迷于这个统计数字的这种结果 恐怕跟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越离越远了 我们想想看2011年 马总统把每瓶180元的米酒降到25元 到处去宣导 那个时候还被民进党的朋友 揶揄说是米酒总统 但是他不厌其烦到处去宣导 终于让低劣的酒无力可图 而让它消失 这才是真正民众有感的作为 相较之下 十年不涨电价的承诺 已经被蔡总统给破坏了 高下立判 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 不要像晋惠地 和不食肉迷 那样子的蛮憨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王委员惠美 书院长 赖院长 各位同仁 各位内阁人员 最近国防部为了拯救 岌岌可危的一个募兵制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除了有辅导长官呢 穿军服来发宣传单 女兵呢 更是把照片放到娃娃机中 甚至还有女士官 化浓妆 嘟起嘴 自称是新来的妹子 我想找个人陪我 你愿意吗 等花招来对外招募 对于种种失控的募兵措施 国防部告诉我们 这是人人都是募兵员的政策的一个贯彻 甚至连国防部长 颜德巴部长都表示支持 然而如此为了达到招募成效 不择手段 甚至物化女性 不伦不类的这个招募方式 真的能够提升国防部形象吗 还是只是凸显了我们国军人才招募中心 对于募兵制招不到人的手足无措呢 军人在世界各国 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能够替国家服务 对许多志愿从军的人来说 更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光荣 也因此在每一个募兵制的国家 都用无比严肃的心情 来招募能够保家为国的有志青年 希望招募来从军的这个青年朋友 都是真正愿意为国家付出的能能致士 绝对不是用如此信念浮夸的方式来处理 本席想问问国防部颜部长 新议官兵的通讯社群早已经怨声载道 你知道吗 广大的网友乡民把这一切当作笑话在看 你知道吗 这种做法不仅换不起国人 对于国军官兵的一个尊敬跟重事 你又知道吗 颜部长你通通不知道 因为找不到人愿意来当兵 搞得国防部只能并急乱投医 本席要告诉国防部 问题是出在政府没有提供给军人 合理的待遇跟尊重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想尽办法 污名我们的国军 甚至操弄民粹 让国军在民众的观感中蒙上阴影 现在执政了又要磨刀霍霍 向退休以及在职的国军士官兵 自始至终这个政府就没有真心 打从心里来尊重我们的国防弟兄 那既然没有尊重 当然就不会重视 连政府都不重视了 又怎么会有年轻人愿意来加入呢 最后本席要严正的呼吁我们国防部 停止这种光怪乱离荒谬不堪的画招 唯有提升军人的地位 愿景跟待遇 发自内心的给予军人的一个尊重 这样才能够让慕兵制起始回升 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请领委员德胡 苏院长还有委会大院长 各位我们行政院的同仁 我想核二厂二号机刚启动一天 马上就跳机 可以说是这个牛皮已经吹破了 我们都知道民进党 他的政策挥合家园 我们都力挺都支持 但是在核二厂二号机启动的时候 就已经将汇合家园已经打破了 结果你核二厂二号机是2016年5月 就大休 已经停了600多天 又重新再启动 结果启动一天而已 就马上跳机 那现在可以说台电 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原来核二厂二号机 他供电量可以到达将近100万 而且可以作为3%的被载容量 但现在因为核三厂一号机 下个礼拜马上又要大休 而且大休期间时间最少要45天以上 所以说因为核二厂二号机的跳机 那给核三厂讲实在话 也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看不出民进党政府 他对人员政策 未来他要怎么做 而且今年夏季 马上我们都知道 夏季不能缺电 一缺电可以说很严重 但是我看到民进党的政府 提不出能够解决的方式 民进党 你过去不是说 我们绝对不会缺电吗 而且我们电价10年不涨吗 蔡英文总统讲的啊 但是4月1号以后 电价最少3% 物价起涨 而且能源政策 民进党也提不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 你说要绿人 绿人我们也支持 但是绿人 你又提不出一个配套 什么样的方式来 解决当下缺电的问题 所以说 民进党是选前 说一套选后又做另外一套 所以说我们要求啊 行政院赖院长 你说核二厂二号纪要重新启动 现在包括经济部长 也没有要负责 台电董事长也没有要负责 包括行政院 这个我们的原人会 也没有人要负责 你说有这样的政府吗 所以说我们呼吁啊 谢谢林委员 谢谢林委员 她的我们你看到这里 笑容 我们俩最多很不客气 让人 那 大 那 好 下一位請黃委員昭順 黃委員昭順 我都沒看得到你 主席 稍等一下 還沒來 你還沒來 你還沒來 你那個已經要重算嗎 沒有啦 三文青啦 三文青啦 你對不對 主席 院長 我們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最近台灣電力的問題是一環接著一環 一棒接著一棒 蔡政府剛剛調整的電價 自毀承諾 他說十年電價不漲價 但是我們的賴院長告訴我們說 漲價沒有關係 所有的人的薪水都在漲 我請院長不要再說幹話 第二個 馬上又有 深澳電廠要興建 結果瞬間 賴院長又發明了一段話 叫做乾淨的煤 我想全台都勿忙忙 全民用繪花電 請問賴院長 我們全民的健康怎麼辦 結果在這個時間點 台電又決定把核式的燃料 全部燃料棒 全部運回美國去出售 所費的經費大概是三千億左右 又納入電費 由全民來負擔 我們從種種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清楚的知道 民進黨政府從二零二五年開始 說揮和家園用愛花電 結果換來的是去年 815全台大跳電 所以馬上用愛花電 換成用會花電 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就重啟核二 結果重啟核二 其實是由經濟部 延能會台電三部曲保證 說絕對沒有問題 結果一天就破功跳電了 我們要請問蔡政府賴院長 你們講了這麼多的幹話 讓全民用會花電 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今天核二的跳電 其實我們在這裡追究 台電跟延能會 其實更應該追究的是什麼 是我們民進黨的高層 是他們下了這樣子的一個命令 讓他們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一天就破功了 我們在這裡要呼籲 賴院長 你自己是醫生出身的 請民進黨政府 明確的告訴我們 到底我們的核能政策是什麼 我們整個的政策當中 能不能夠讓我們全民 真的 電是夠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能不能告訴我們 在所有萬物都漲價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電價到實業還要不要再漲 這是我們全民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希望民進黨政府 能夠明確地告訴我們 所有要投資者 我們到底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能夠用電無魚 安全地度過我們整個的投資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移民 漲駕內閣 無能通告 請陳委員移民 來 這個是核二跳機 牛皮吹破 好 院長各位委員 大家早 為了解決電力供應吃景的問題 特別在今年初出現罕見的冬季缺電的狀況後 蔡政府不惜採用最後手段 在二月決定重啟核二廠的二號機 完全自打臉 民進黨為執政時的廢核神主牌主張 但核二廠二號機經常發生異常的狀況 兩年前五月才並聯發電半小時就跳機 國民黨立院黨團當時就要求未來若要重啟 必須比照核一至本院做專案報告 不過這次重啟在民進黨官員及立委的強力護航之下 很快就敲定本週二開始並聯發電 但沒想到蔡政府寄予厚望的核二廠二號機 並聯發電才約一天 在週三就再次的跳機 讓全國民眾提心吊膽 本席也不得不質疑核二廠重啟運轉的安全性 幾週前在本院的教育文化委員會進行報告的時候 經濟部長沈榮晶 圓人會的謝曉鑫主委 以及民進黨的立委 對核二安全性的掛保證 掛保證還言由在耳 但才剛開始開機就發生機組跳機 更顯示民進黨政府根本是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 就匆匆重啟35年老舊的 而且已經停機600天的核二廠二號機 其實新北市政府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 民間環保團體及本黨的委員 都不斷地強調核二廠二號機重啟的風險 但是我們蔡政府還有綠委卻置若網文 尤其是經濟部長沈榮晶 從起前信誓旦旦保證 若二號機跳電 跳機就要辦人 台電的楊維甫董事長也說 二號機若發生狀況要負起責任 但現在跳機後 經濟部與台電稅閃爍其詞 有些問題要運產才知道 竟然說出這樣子的話 請問民進黨政府就是以這種傲慢輕蔑的態度 來看待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嗎 如果非得到發生重大公安意外後 蔡政府的官員才知道要檢討反省 那民進黨不但不能保護人民 還把全國民眾的性命 跟我們的下一代的安全 未來當作兒戲在對待 本戲要求 原能會的主委經濟部長及台電的高層 都應該為了這次核二再次跳機的意外 下台負責 行政院長賴清德更應該立即至本院做專案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叫做柯委員致恩 柯委員志恩 幹部�員 院長加油 院長中安到外 民進黨到外 民進黨到外 院長加油 院長中安到外 民進黨到外 好 請柯委員 兩大帥哥這樣子 院長還有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和二又跳機了 而且這是第二次一並聯 就發生跳機的事件 真的是史無前例創下 全世界的一個紀錄 有記得在3月5號在我們 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這個意見 的時候呢當初朝野 立委都紛紛提出 他們的質疑 特別是我們針對 目前執政黨的 立委你必須要說清楚 在馬政府的時代 你當初是如何阻止 核耳耗廠的部分 來做一個發電的一個功能 當初還不斷的告訴大家 台灣不缺電 台電大舉的長電 現在呢已經上台了 到底有沒有找出 那些沒有用的電呢 找不到的結果呢 卻是要求我們核二 核二的這個二號機能夠再轉 再轉這是賴院長 所發明的一個名詞 最重要的是核二二號機 跳電之後呢 目前為止 府院完全神隱 不說一句話 核二這一跳真的是把所有 人民的信心都給跳掉了 我想執政黨應該是愛的不夠 所以呢沒有好好的去集氣 以至於讓我們露氣了 不要忘記了 當初沈榮金部長 在我們教文委員會的時候呢 信誓旦旦的保證 絕對不會跳電 絕對不會有這些露氣的世界 而且呢 圓能會的謝小新主委不斷的強調 在春節連續六天的假日當中呢 他們更出動的所有的專家委員會 來做為很多的一個勘察 除了18位內部委員之外呢 又聘了9位的外部委員 堪稱夢幻名單 這9位外部委員呢 其實我們審視結果 受到非常多的一個質疑 不是電機的 機械的就是土木的 沒有一個核工的專業專家 這難道是擺明 這些所謂的外部委員是要護航嗎 這種種的事情 請員呢 會必須要講清楚 最重大家擔心的是 大家不要忘記了 核三廠 在4月3號開始呢 要有一連45天的大休 那請問 現在才是4月還沒有到 我們的倍轉容量不到6 那這怎麼樣來應付 馬上接二連山 非常多高溫的一個氣候 核二號七 跳電 必須要到半年之後呢 才有可能 經過安全評估之後呢 再來看看有沒有辦法開啟 核三 馬上要進入45天的大休 請問我們的電力如何 難道呢我們的火力全開一定要是如此嗎 我想呢賴院長 蔡總統 你有必要對整個的能源政策一次的說清楚 必須好好的告訴我們 當初你沒有找到的電 目前的電到底如何來 所以國民黨目前為止 只是非常的卑微的要求 只要 學會在這邊的會議 只要大學長來過 我們便會見面 對於當時的能源問題 對於最難的報告 謝謝有很多官方 請大家注意 我們需要別 我們需要一個完善的能源政策 就請大學長到這邊來 跟我們一次說清楚吧 好 謝謝柯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 花園的委員 均已花園完畢 現在休息 把市場共產黨 Pence 也 iste跑掉 於非常難免 是不是 緊接派 事務官ώρα 我讓 etiquette dar得到 一個安全頭 就為了 快投あっ 不是 得到 ensa 你們 對 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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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 第150案 第207案 第5次 感谢观看 请请 感谢观看 农与 请 请 感谢观看 咱们 現在是習委員育仁 你這邊要修正一下 不是黨團 是習委員育仁 這個是你們自己寫的 不要寫黨團 黨團怎麼會我的委員反對黨團 蛤 沒有寫清楚啦 你就寫清楚嘛好不好 怎麼 這個沒有說黨團通過 你委員反對黨團 怎麼 黨團就是 不行啦 黨團就是大家的意見 怎麼黨團會跟委員有不同的意見呢 黨團的提案 不行啦 不行啦 不是啦 不行啦 立法院我們的黨團就是代表你的黨團 你的委員 那如果 這不是解讀 這個是法律 這個是我們的意識規則 你可以用你的委員 你可以用你的委員提案 我們不反對 但是你不能寫黨團 因為你自己有委員有提案 所以你前面不要寫黨團 所以你前面不要寫黨團 你是北院委員 但是 但是第一章你是寫黨團 所以你們修正嘛 你們要修正 好不好 你就修正 好 那麼 好 第七案 習委員育人等 針對扁案 有意義 請退委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院會有意 有意 好 有意 我們就進行表決 現在 請按鈴七分鐘 並分化表決卡 至女後 請ciendo 勧奏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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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過去一次 我再過去一次 主席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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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各位委員 有沒有 都拿到表決卡 好 那我們現在就處理 報告事項第七案 那麼針對 沒有表決卡 趕快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麼針對報告事項第七案 國民黨黨團提議採用點名表決 現在針對是否採用點名表決 進行表決 那麼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好來 請各位委員回去投票 你不回去投票 來 趕快趕快回去投票 你們都不回去投票 好 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声明對鋼材之表決 以民進黨党團一件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郭文贴聲明 徐伟 芋仁聲明 對鋼材至表決 以國民黨黨團一件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還有誰 黃委員 黃委員昭勝聲明對鋼材之表決 以國民黨黨團一件一致列入公報記錄 還有誰 張廖萬間委員聲明對鋼材質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 致電路公報紀錄構項 叫你們回去不回去啊 結果你們就來這邊 好那我報告來 我來報告 院長報告啊 表決結果出席81人 贊成22人 反對59人 去全0人 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提議不通過 現在針對報告事項第7案 是我贊成委員提議 退回程序委員會 重新提出進行表決 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連資格中 民進黨 hai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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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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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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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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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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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